堂堂的阿斯加德三公主洛基 竟被荡成罪犯送上了法庭 直到这时洛基还认为这是一场闹剧 审判长让他自行辩解 洛基认为他们抓错人了 复仇者联盟才是罪魁祸首 如果不是他们穿越时空 自己也不会拿到宇宙谋方 洛基不愧是诡计之神 这番言论整个我都差点信了 审判长表示 复仇者们做的事情是理所应当 而洛基的逃跑才是意外 这种区别对待洛基直接上告了 他决定要给这群人一些教育 原来在时间管理局 任何的能力都会被抑制 随着法锤落下 洛基背叛重置 就在他要被强行拖走时 一个男人站了出来为洛基求情 他来到审判长跟前 怯怯思议了几句之后 洛基被他带走了 男人叫老白 是一名时间管理局的探员 此次帮助洛基的目的 是想让他协助抓捕一名再逃时间犯 这名逃犯经常在各个时间点 袭击时间卫视 一周的时间内就有六对时间卫视被害 为了抓到他 老白只能铁儿走险保下了洛基 随后老白带他来到了办公室 洛基还想趁机偷袭 没想到老白早有防备 既然打不过 洛基也只能先做个乖宝宝 老白给洛基播放了他的过往影响 老白嘲讽洛基 他的前半生一直是在失败中循环 唯一的一次成功 仅仅是在飞机上骗了一弹马内 还没来得及潇洒 就被传送回阿斯加的老白的阶段行为 让洛基看不下去了 他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是一个恶作剧 是有人精心设计的一个骗局 老白没有反驳 而是给洛基播放了他还没有经历的未来 因为他的野心 母亲被黑暗精灵杀害的画面 洛基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老白告诉他 这才是正确的时间线 并且会周而复时的重复发生 这场悲剧是必然的 洛基直接陷入癫狂中 母亲是他心中唯一的柔软 就在这时 一名时间守卫闯了进来 有重要的事情要向老白汇报 又有一队时间为是被惨遭屠戮 当老白回到办公室时 洛基已不见了东西 口袋里的时间逆转期也被偷走 逃出来的洛基 首先要找到宇宙魔方 他来到一间办公室 逼迫对方说出宇宙魔方的下落 不料这人碰巧知道在哪 就当洛基庆庆视而复得时 不经意的一批 让他彻底傻了夜 只见抽屉里满满的一盒子无限宝石